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WOW科学,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铁路网络铺设,世界缩小了 2.派克实验室,晶体管诞生地 3.瓦特蒸汽机,工业肌肉肠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铁路网络铺设,世界缩小了 各位听众,学生,铁道迷以及偶然迷路到这里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如何用钢铁长龙将世界缩小成口袋版的魔法故事 那就是铁路网络的铺设 想象一下,19世纪之前,人们出行还得依靠马车,步行或者是风帆 那时候,从伦敦到爱丁堡可能得花上一个星期 而今天,你只需要坐几个小时的火车,选能边和茶边欣赏风景呢 铁路的出现,可以说是工业革命的一个超级明星产物 它不仅改变了人们的出行方式,更是彻底颠覆了货物运输 城市发展和社会结构 可以说,铁路就像是一个时空穿梭机把原本遥远的地方变成了后院 有趣的是,当时的人们对于铁路的态度是既期待又恐惧 有人担心火车行驶的速度太快,会让乘客的身体无法承受 甚至有人认为火车会把沿途的扭下的不产奶 当然,这些担忧最终都被证明是启人忧天 随着铁路网络的扩张,世界变得越来越小 你可以在早上吃上新鲜的法国面包 中午享受德国香肠,晚上再来一份意大利披萨 这一切,都得感谢那些穿梭于城市和乡村之间连接着大江南北的铁道 不过,铁路网络的建设也不是一帆风顺 想想,那些工程师和工人 他们的在各种恶劣的环境中铺设铁轨,挖隧道,架桥梁 这些英雄们没有超能力,却有助钢铁般的抑制和汗水 他们的故事足以让今天的我们为之动容 最后,我们不得不提的是 铁路不仅仅是一种交通工具,它还是一种文化的载体 从欧洲的东方快车到美国的跨大陆铁路 从印度的山区小火车到中国的高速铁路 每一条铁道都承载着一段段历史和故事 所以,下次当你坐上火车 不妨想想那些让世界缩小的铁路先驱们 以及那些因为铁路而改变的人类历史 当然,如果你的座位邻居是一位喋喋不休的旅伴 那么你可能会觉得世界并没有缩小 而是你的耐心在缩小了 哈哈,开个玩笑 但愿你的旅程愉快 不要遇到这样的情况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派克实验室晶体管诞生地 各位亲爱的科技爱好者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 一个让现代电子设备得以繁荣昌盛的地方 派克实验室也就是晶体管诞生的摇篮 这个故事要从1947年说起 那是一个连接世界的 只有电报和固定电话的年代 电视还是新奇物品 而电脑还是房间大小的巨型机器 在这个背景下,派克实验室的三位科学家 约翰、巴丁、沃尔特、布拉顿和威廉、肖克利 进行了一项革命性的实验 他们发明了晶体管 一种可以放大电信号的小巧装置 这个发明后来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当然,当时他们可能只是想找到一种比笨重、发热的真空管更好的解决方案 晶体管的诞生可以说是偶然也是必然 这三位科学家在实验室里摸索住半导体材料的奥秘 他们可能在实验过程中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 但正如爱迪生发明电灯炮时所说的那样 那不是失败 那是找到了上千重步工作的方法 最终 他们成功地让一块看似普通的折金片展现出了惊人的放大效果 这个发明的影响是巨大的 它不仅让电子设备变得更小 更轻 更耐用 而且还开启了整个信息时代 如果没有晶体管 我们今天所享受的智能手机 笔记本电脑 甚至是互联网都将不复存在 可以说 没有晶体管 就没有现代生活 派克实验室的这项发明 也让这三位科学家 在1956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不过 这个故事中也有一些幽默的插曲 比如 肖克利后来因为他的管理风格和个性问题 与巴丁和布拉顿的关系变得紧张 他甚至开设了自己的公司 但由于他的领导方式 这家公司的许多员工最终离开 去创立了硅谷的第一批公司 包括英特尔和AMD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 肖克利的八叛徒故事 总之 派克实验室不仅是晶体管的诞生地 也是现代电子工业的发源地 每当我们在使用各种电子产品时 都不妨想一想 这一切都始于一个小小的实验室 和三位科学家的好奇心 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即使是最微小的发现 也有可能改变世界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瓦特蒸汽机 工业肌肉厂 各位听众 今天我们来聊聊 一位伟大的发明家 詹姆斯 瓦特 和他的蒸汽机 这可是工业革命的健身教练 给工业社会 注入了一剂强壮的肌肉增长剂 首先 让我们时光倒流到18世纪的英国 当时 蒸汽机 就像是一个刚刚踏入健身房的新手 有点笨重 效率低下 总是喘气式地排住蒸汽 而且还特别贪吃 煤炭就是他的主食 这时 我们的主角 詹姆斯 瓦特登场了 他可不是普通的健身教练 他是 那种能够让蒸汽机从 胖子 变肌肉男的超级教练 瓦特先生 观察了当时的蒸汽机 就像健身教练评估 新学院一样 他发现了问题所在 蒸汽机的缸内 温度变化太大 导致效率低下 于是 他发明了一个巧妙的装置 分离式冷凝器 这就好比给蒸汽机 装上了一个高效的脂肪燃烧器 让他 在运动时不再浪费 纳磨多能量 接着 瓦特又给蒸汽机 加装了一个肌肉记忆装置 双向动作 原本的蒸汽机 只能单向运动 就像只会做身臂运动的 健身新手 瓦特的改进 让蒸汽机能够双向工作 这样就能更有效地 转动工厂里的各种机械 就像一个全能型健身运动员 这些改进 让蒸汽机的效率大大提高 他开始在矿山 工厂 铁路等各个领域大显身手 成为了工业革命的肌肉明星 瓦特的蒸汽机 就像是一个 经过精心训练的健身模特 不仅力量强大 而且还相当节能 而瓦特先生本人 则从一个普通的仪器制造商 变成了工业革命的 健身教练和明星发明家 他的名字 甚至被用来命名了 公寓的单位 瓦特 这就好比健身界的某个动作 被冠以你的名字一样 是对他贡献的最高认可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各种机械 在勤劳工作时 不妨想一想 这些工业肌肉的背后 有一位名叫詹姆斯 瓦特的教练 他用他的智慧和创造力 给予了他们强大的力量和效率 而这 正是工业革命的一个缩影 一段关于力量 创新和进步的精彩故事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各位观众 今天我们聊的三个故事 都是关于科技和发明的 它们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连接了遥远的地方 并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从铁路网络的铺设到晶体管的诞生 再到瓦特蒸汽机的革新 这些发明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 它们将世界缩小了 铁路网络的建设 让人们可以在短时间内到达远方 享受不同地区的美食和风景 而晶体管的诞生 则让电子设备变得更小 更轻 更耐用 开启了信息时代 瓦特蒸汽机的改进 则让工业社会更加高效 强大 推动了工业革命的蓬勃发展 这些发明的背后 都有一个共同的主角 人类的好奇心和创造力 正是因为这些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探索精神 我们才能够享受到现代的便利和舒适 所以 无论你是一个科技爱好者 历史迷还是偶然迷路到这里的朋友 我都希望你能从这些故事中 获得一些启发和乐趣 也欢迎你们在留言区 分享自己的想法和问题 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和探索 这些有趣的话题 谢谢大家的收听 下次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